医院人工流产的胎儿最终去了哪里,看完后让人很痛心。 现在许多年轻人未婚同居,婚前对彼此有更深入的了解,这没有错,但如果避孕措施做得不好,意外怀孕。 生孩子是一件大事,如果你能给孩子一个良好的生活条件,很多人会选择留下爱的果子,但如果两个人没有准备好,成为一个父亲、母亲。 突然起来的孩子会成为一场灾难,大多数人会选择去医院打掉,那么有产的胎儿最终会如何安排呢? 看完后让人心痛,一些普通医院会尊重胎儿的尸体,并将其送去焚烧和火化,但一些非正式的医院非常随意,有些会找到一个埋葬的地方,有些会直接作为医疗垃圾扔进垃圾桶,这样的处理会非常不合适,甚至有些残忍,这真的是让人无法接受。 所以,如果你不准备要宝宝,必须做好避孕措施,毕竟胎儿也是一条生命。 对此,你有什么想法,欢迎留言评论。